在1991年的时候,李登辉总统废除全国高普考分省区入尔的规定。 这个规定是1945年外省政府来台湾之后所规定的,也就是说高普考录取人数是按照当时全国人口数来算。 这个省,如果人口数每超过三百万人,就录取五个,那每增加一百万就增加一个名额。 那我们来看看,当时来台湾1948年,这个人数,人口数是1948年所登记的。 当时来台湾的四川省,总在全中国了,1948年的时候,总人口数是4872万。 这里,48723060,而录取名额呢,50个。 为什么?因为每三百名就五个嘛,那每增加一百名就一个。 那他的人口数,那他的人口数是4800多,这样算下来,可以录取50个。 但是,当时四川人来台湾的人口呢,在这里,1956年的时候,来台湾的人口数是各十百千万。 但是, начинаers口数是各十三百千, 37363人。 当时来台湾的四川人有337363人。 但是他们高普考可以录取五十个哦。 那你可以算算看 如果50除以37363这样看几% 就是他的录取率 而当时你当然啦 这个来台湾的三万七千多四川人 有的年纪已经很大的 有的年纪小 他不可能说去考试嘛 那这三万七千三百多个人 会去考试的 有可能就是只有其中的30%而已 或者我们说一半好了 那大概就一万八千多个人 一万八千人去考试录取50个 这样很好考嘛 那还有没有 我们继续看 那当时 全中国人口第二多的是 江苏省 有4182万4千480人 那来台湾的 来台湾的有12490 12万 12万 这个特别多 12万4千9156人啊 哦 哦 为什么江苏省来这么多人啊 哦 那录取名额44人 再来第三多的是山东省 当时 当时全中国人口有 3970万5千5千5102万5千740人啊 13970万 39715762 39715762人 而总录取人数是42高考哦 这是高考 那来台湾的山东人有 各使百千万有95845人 95845人 第四名的是河北省人口有3200多万 录取34个来台湾的有49240多人 差不多5万人 然后这是河北省 河南省当时人口有2965万 那录取高考录取32 那来台湾的人数有41674人 再来广东省有2833万 录取人数30 来台湾的有95248人 湖南省也就是马英高那个省份有25555人 25555万人 录取28人 而湖南省来台湾的人口数当时有54154人 那这个安徽省2246万多 录取高考录取24人 来台湾的有4万多人 所以说如果以刚刚这里看的最多来台湾的外省人 是江苏人是江苏人有12万多 再来呢是95000多的山东人 江苏山东 再来是广东 广东也来了这么多人 广东也是跟山东人差不多 再来我们看浙江省也就是老蒋的家乡 有1999万人 录取22个人 哇来台湾的人口高达各十 各十百千万十万 十一万四千八百三十人 跟江苏 跟江苏人 差不多少一点 有十一万多 十一万多人 再来山西省当时人口数 一千五百二十多万 录取高考十七人 来台湾的江西人有五千两百八十二人 那三西啊 三西人才来台湾五千多而已 再来广西省一千四百六十三人 录取十七个高考 那来台湾的有一万一千六百二十 六百二十人 广西人比三西人还要多耶 来台湾 那江西省有一千两百五十多万人 高考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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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跟四川人一样三万多 辽宁省人口有1157万多 高考录取14人 那来台湾的有14084人 这样也算不少了 辽宁省福建省跟台湾人讲话 口音差不多的 当时全中国人口有1114万多人 录取13个 来台湾的福建人有 各使百千万十万 14万2520人 有14万 比浙江跟江苏还要多一点 为什么可能是因为福建离台湾最近 所以他们要逃来台湾比较快 所以高达14万人 那陕西 陕西省呢也就是联赞 还有那个习近平那个省份 当时人口有1063万多万人 录取13个 来台湾的有6504人 这个跟福建人就差好几倍 6000多人而已 那再来贵州省 当时人口也有 1000多万 1017万人 录取12个 来台湾的有4545人 再来 云南省有906万多人 来台湾的有5716万人 录取高考人数11万人 好 再来 甘肃省当时人口有709万人 录取高考9人 来台湾的有1358人 甘肃人在台湾好像不多 来吉林省 当时人口有646万多人 录取8个 来台湾的有2065人 台湾省 当时台湾的人口有622万1689人 比吉林省 比吉林省 少一点 录取人数8个 这个数字啊 特别多 622万 因为这个就是台湾人嘛 台湾人 在台湾的台湾人 就是 就是这个数字啊 前后两个数字 一样的就只有 只有这里而已 台湾省 其他为什么说是外省人 就是因为 这个是他们在自己 自己的省份的人数 然后 这边呢 是来台湾的人数 那来 热和省呢 有619万6974人 录取8个 来台湾的有789人 辽林 辽北省 有4627841人 录取7个 来台湾的有1773人 当然啊 现在已经没有辽北省了 因为 本来有东北九省嘛 那 中共 却取中国大陆之后 他就 把九省 缩减为 三省 三个省 只剩下 黑龙江省 吉林省 还有 辽宁省 其他的就被 消灭了 好 再来我们看 新疆省 当时人口有 404万 7452万 录取6个 来台湾的新疆人 当时只有247人 很少 那新疆人 现在 新疆现在 大概有 1500多万人 那在1948年的时候 有404人 但是呢 现在的 真正的 本来的新疆人呢 现在只有 700多万 那汉人呢 移民 移民到新疆的 有800多万人 所以 现在新疆 虽然人口有 1500多万 但事实上 超过一半 都是中共 刻意 移民 移民到新疆去的 汉人 而真正的 新疆原住民呢 也就是 维吾尔人呢 只有700多万 那 在 在很久以前的 1948年 是400多万 也就是说 中共统治 统治 新疆 那么多年呢 新疆人的人口 增加还不到 两倍哦 其他呢 都是 移民进来的 再来 任江省有 333万 3409人 录取 5个 来台湾的 有 479人 当然 任江省 已经 不存在了 被中共给废掉了 好 再来 松江省有 333万 0806人 录取 5个 来台湾的 有 877人 再来 安东省 有 292 299万2305人 录取高考人 是5个 来台湾的 有 1623人 哇 安东省呢 来台湾的 算是 东北 九省里面 第二高的哦 哦 你看这个 辽北省 来了 1773 而这个 安东省呢 来了 1623 哦 其他的 东北的 都没有 超过 以前 哦 这个 辽北跟 安东 来台湾的 比较多 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他们靠近 边界吧 安东 安东是 靠近 北韩 但是辽北 没有啊 辽北算是 比较里面 哦 所以 可能跟 位置 没有关系 关系 好 再来我们看 水源省 嘛 黑龙江省 啊 黑龙江省 也是 也是在 东北 当时的 118万多人,高考录取5个,来台湾有550人,河江省有181万多人,录取高考5人,来台湾192人,西康省有169万多人,录取5个,来台湾313人, 当然这个西康省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中共把它改为隶属于四川省,现在已经没有西康省了,西藏地方人口有100多万,录取5个,来台湾的有16个,哇,这个应该是录取率最高的啦, 5除以16,三十几趴,也就是说他们有三个,三个就会一个高考及格,因为他们来台湾才只有16人, 而如果这16人呢,全部来参加高考,那其中5个人就会考上高考,那其他11个人没有考上,没有关系, 你第二年,第二年,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录取5个,那就只剩下6个西藏人还没有考上,下次再来,再5个,就只剩下一个, 所以16个人啊,在三年之内可以全部录取,只剩下一个,那一个可能,可能他不想考,因为他可能早就已经在当大官了,他不用考试啊, 好,零下省有个十百千万十万,零下省当时有七十五,七十五万九千多人,录取5个, 好,因为为什么这里都是5个,因为三百万人以下的人口都是录取5个, 好,来台湾的有八十八人,新安省,现在已经不存在的新安省,人口三十二万人,录取5个,来台湾的有九十八人, 好了,看了这个以上的数据呢, 大家呢,就知道说,在过去啊, 台湾省在这里,在过去呢,当1991年之前,外省人来台湾考,在台湾考试, 真的是,真的是,要高普考,真的很简单啊,高普考,即格,你就是公务人员, 现在这里看的是高考,普考也是一样,都是有保障名额, 这种制度呢,在中国历史以来呢,从秦朝到,从有高考制度的唐朝以来呢,到水朝啊, 高考制度是从水朝开始的啊,从水朝到民国呢,以来就只有民国在台湾才实施这种分省, 分省呢,保障名额,这种制度,啊,以,从水朝到民国,以外,都朝代,从来没有,没有考试制度是这样的, 绝对不会分省,也不会说按照省份的人口多寡,来,来这个录取,啊,就是你凭本事, 不管你,那一省人口多少,你大家来考试一律平等,你成绩好,就录取,啊,但是, 这个外省政府来台湾实施的,却不是这样,所以说当时虽然在台湾,台湾的人口高达六百多万, 但是,台湾人只能录取八个,而,而你看那个四川人, 还有人口来台湾的,外省人,呢,哪一个录取人数最多,就是四川人,啊, 四川人录取,录取人数高考,只有高考,高达五十个,啊,如果再加上普考,那,那就是,一百,一百人, 而他们来台湾才三,三万多人,三万七千人,啊,但是, 我们台湾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我们,只能录取八个,啊, 但四川人可以录取五十个,啊,如果说那一年,啊,那一年的, 那一年的,那一年的高考,全中,全台湾录取一百个,那,台湾人就只能录取八个, 然后,四川人,有五十个,那,剩下,假如说,他们,他们有那么多人去考,啦,啊, 有很多人去考,超过五十个人,去考,啊,然后,他们录取五十个, 那,这样就有五十八个名额,没了,台湾人只有八个名额, 那,剩下四十二个名额,好,可能是第二个江苏,江苏省录取四十四个人,嘛, 哦,那四十八个,再扣掉四十四,哦,就,差不多了,哦,啊,不管,不管怎样,啊, 反正,台湾人就是一百个人,里面你只能有八个录取,其他都是外省人,哦,这不可思议吧,哦,当时台湾人有八百,那,有六百多万人,呢, 哎,啊,但是,台湾,台湾人才只能录取六个,那八个,啊,而外省人可以录取,单单四川人就可以录取五十个, 而要知道哦,当时,呃,这,这种制度啊,绝无仅有,可以说是, 中国有史以来最不公平的,最荒唐的,考试制度,这个高考跟普考,就是国家选拔人才的,的制度嘛, 历朝历代从来没有这样,这样乱苦搞瞎搞的,这就是为什么,外省政府在台湾会搞砸的原因,就是, 你选拔国家的人,人才竟然是这样,这样子选拔,这有什么弊端呢, 譬如说,譬如说,来,呃,她,她的省份,人口很多, 所以她的录取名额很多,譬如说这个,四川省,她录取五十个,啊,来台湾有三千,有三万多人, 但,但你要知道哦,这三万多人,都是士兵耶,都是阿兵哥耶, 当时来台湾的外省人,大部分都是士兵嘛,他们都没有读过多少书啊, 没人讨历啊,只会打仗而已,哦,他们年纪轻轻就被抓来当兵, 所以他们不会读书,但是因为有保障名额五十个嘛, 所以这三万七千多人,他们,其中有人去考试,要考高考, 他考卷,他根本不会写哦,因为欧北下考试,考到一半, 他就趴在那边睡觉,哦,他,但是因为他有保障名额嘛, 而且他,他们还可以加分哦,加,可以加到二十五趴, 就是一定要你上就对了啦,所以说他虽然只是, 真正的程度只是国小毕业,国中毕业当兵的,都没有读过什么书, 但是因为有保障名额五十个名额,还要加分二十五趴, 他轻轻松松,他就上榜了,他回家,他向邻居炫耀说, 哎,我高考及格,哎,我在党兵的时候,是只会数馒头的阿党兵, 阿党兵,但是我现在高考及格,啊,我即将啊,要到省政府去当呢, 高级,高级执管,我要去当高级的主管,啊, 啊,这就是为什么台湾的贪污,官员贪污会那么严重, 都是因为这种莫名其妙的考试制度所导致的, 即使啊, 号称啊,历史上说最歧视汉人的元朝政权, 元朝的考试制度也不是这样,哎, 元朝的时候他们也有高考,但是, 虽然说他们对汉人有疲惫,有提访, 但是汉人来考试,跟元朝人来考试都是公平的, 因为他们采用什么,两榜制,元朝采用的是两榜制, 也就是说,元朝蒙古人一个榜单, 和朝人一个榜单,也就是说全国有两个状元, 同时,历朝历代,国家高考同时有两个状元的, 就是元朝, 为什么有两个状元,因为两榜制嘛,蒙古族的状元, 还有汉人的状元, 而这样有什么好处, 这样啊,就是汉人不会被排挤掉, 好,好,譬如说你,你本来,你今年的公务人员的缺, 是一百个,好,那在台湾呢,就是台湾只能八个, 但是在蒙古的时候,在元朝的时候, 这一百个缺就分成一半, 录取蒙古人五十个, 录取汉人五十个, 而这个录取蒙古人五十个呢, 就从蒙古人的榜单中, 依分数高低录取, 而另外五十个汉人的榜单中, 也是依照分数高低录取, 这样,这样啊,就很公平, 那在台湾的外省政权搞的不是这样哦, 这一百个公务人员的缺, 台湾人只能有八个职缺, 而通常呢,你这八个, 你这八个人, 即使你考上了啦, 因为没有加分嘛, 要考上很难考, 要考上高考很难考, 除非你是天才, 像阿扁, 他就高考就考上了, 那但是你考上了之后, 这个外省的主管都是外省级嘛, 他会百般给你刁难哦, 他会怎么给你刁难, 他就说, 哎,你那个讲话都是台湾国语, 你讲话都是台湾国语, 你讲话台湾国语, 我们听不懂, 你到底在讲什么, 天天给你骂, 天天给你骂, 天天给你侮辱, 你这个日本皇民, 日本人的走狗, 你不要来上班啦, 你天天来上班, 干什么呢, 你又不爱国, 你搞态度啊, 你这个王八蛋啊, 公娘养的啊, 日本走狗, 日本皇每天给你骂, 骂到你, 骂到你干不下去, 辞职,